鼓勵鼓勵 一條小鵝的時候 阿雅一個不小心點了一條 他從小鵝裡站起來的時候 欸!被傷有重量怎麼和氣和氣的 原來阿也把一道鵝血全部都融化了 鵝子心裡開心極了 只要每一次要過河的時候 他都會故意跌倒 幾次下來雙人賠了好多好多的錢 所以雙人決定就去不要再罵鹽巴了 他趕罵棉花 又到了這一天 鵝怎麼故意跌倒但是他不知道 吸了水分的棉花 會增強好幾分的重量的 鼓勵的鵝子就這樣被壓得喘不過起來 在小鵝裡不斷不斷的掙扎著 這個故事是告訴我們 要腳踏實地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開關手喔